9-7节双变数函数之极值 在这个章节里,我们会定义绝对极值,局部极值,临界点 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些例题 以及利用二阶偏导数的方法来判定极值 如同单变数函数呢,我们利用微分可以找到函数的极值 那么在本节呢,我们想探讨的是多变数函数的极值问题 那在探讨极值问题之前呢,我们来先定义有关双变数的极值 首先我们来定义绝对极值 令函数f of xy是一个双变数的函数 x0 y0是在函数f的定义域内的一点 那如果在定义域D中呢,所有的点xy都满足f of x0 y0大于等于f of xy 也就是说,在x0 y0这里的函数值会大于或等于其他定义域中所有其他的函数值 那么我们就说,函数在x0 y0这里的函数值就是这个函数在定义域上的绝对的极大值 我们称作absolute maximum 那么如果在定义域D中,所有的点xy都满足f of x0 y0小于或等于f of xy 也就是说,在x0 y0这里的函数值比其他的地方的函数值都来的小的话或等于的话 那么我们就称f of x0 y0是绝对的极小值,也就是absolute minimum 在这里呢,绝对的极大值和绝对的极小值我们都称作绝对极值 也就是absolute extrema 好,所以在这里呢,绝对的极大值或极小值呢,是指的在定义域中一个函数的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 接着呢,我们来定义局部的极值 好,那我们另函数f of xy是一个两个变数的函数 x0 y0在f的定义域内 那我们说,在x0 y0的附近,如果x0 y0这里的函数值是大于或等于它附近所有其他的点的函数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f of x0 y0为局部的极大值,也就是relative maximum 那么is也就是说呢,在附近呢,它是最大的 那么当在x0 y0附近 函数在x0 y0这里的函数值是小于或等于附近其他的函数值的话 那么我们就称f of x0 y0为局部的极小值 也就是relative minimum 那这两者呢,皆称为局部的极值 也叫做relative extreme 那么局部的极值呢,是指的 在附近的最大的函数值或者是最小的函数值 下面呢,我们就要利用一些函数来解释什么是绝对的极大值,极小值 或者是局部的极大,极小值 那么我们首先来观察 f of xy等于x平方加y平方这个函数的图形 在这个图形上面呢,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山谷的 那这个山谷的最低点 也就是在x等于0,y等于0这个地方呢 函数值是等于0的 那因为呢,在0,0这里的函数值比其他任何其他地方定义上xy的函数值都来的小 所以呢,我们说f of 0,0是这个定义上的绝对的极小值 好,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这边绝对的极小值,我们指的是0这个值 也就是说在0,0这里的函数值 现在呢,我们再来观察另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的图形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在3,2这里呢 它有绝对的极大值 也就是说在3,2这里的函数值 比其他定义上所有xy的函数值呢 都来的大 好,所以呢,我们说呢 3,2这里的函数值就是这个函数在定义上的绝对极大值 好,那3,2这里的函数值是等于0 那这里绝对的极大值就是等于这个3,2这里的函数值0 好,我们再来观察下面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长得比较复杂 好,那么它的函数的图形是长这个样子的 看起来是有三个山峰跟两个山谷 好,那么 我们现在来用这个图形呢 来讲解一下绝对极大值跟局部的极大值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区域的极大值 有什么不同 好,那绝对的极大值呢 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图形上 最最最大的值 或者是说明在这个曲面上的最高点 那绝对的极小值就是在这个图形上头的最低点 或者说在定义域上 函数值是最小的值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里有三个山峰 但是最高的这个山峰的顶点呢 就会有绝对的极大值 在这里的函数值 就是我们的绝对极大值 好,那在最低点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山谷的最低的这个地方呢 在整个定义域上最小的值 就叫做绝对的极小值 那我们再来看看 所谓的区域极大值跟区域极小值 就是我们前面所定义的局部的极大值 跟局部的极小值呢 就是指的在附近的最大值跟附近的最小值 那么在这个山峰的附近的最大值呢 就是这个山峰的最顶点 所以这里称作一个局部的极大值 那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山峰 它们的最高点的这个地方 也叫做局部的极大值 好,那么我们再来观察这个山谷的部分呢 这两个山谷最低点的地方呢 也都叫做局部的极小值 好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感觉 绝对的极大跟极小值是指的在 整个这个定义域上的 函数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局部的极大值跟局部的极小值呢 指的是在附近的最高点跟最低点 这里的函数值 好的 那么在定义完这个绝对的极大值 跟局部的极大值极小值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把这些极值找出来 好,在定义完双变数函数的 绝对极值与局部极值以后呢 我们就想说 怎么对这个双变数的函数呢 来求他们的绝对极大值极小值 和局部的极大值极小值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模仿在单变数函数中 利用第一阶导函数和第二阶导函数 找极值的方式 来判断双变数函数的极值问题 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 在单变数函数中呢 如果F是在包含X0的开区间上可为分的 而且呢 在X0这个地方函数的导数值等于0 也就是说在X0的这个地方呢 切线的斜率是等于0的话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第二阶导函数在X0 是小于0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的图形 是凹向下的 那么这时候呢 在X0我们就会有一个相对的极大值 好 那么在同样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X0呢 在这个地方切线的斜率是等于0的 而且呢 在X0的这个地方 第二阶导函数是大于0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函数的图形是凹向上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X0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相对的极小值 好 这就是我们用第一阶导函数 和第二阶导函数的方式 来找这个相对的极大跟极小值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模仿单变数的情形 我们考虑过X0Y0的曲线 X of T Y T 是这个曲线方程式 那么我们就说 曲线呢 就会满足 X of 0 Y of 0 也就是等于X0Y0 那么如果呢 Z等于F of X Y 是我们的这个曲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曲面上头 考虑这条曲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 F of T 等于F of X of T Y of T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如果函数 F of X Y在X0Y0 有局部的极值 也就是说呢 F of 0 有局部的极值 就像下面这个图形 好 在这个曲面上呢 好 这条曲线 X of T Y of T 是通过X0Y0的 那么F of T 那么F of X of T Y of T 就是这个大写的F of T呢 就是这条曲线的 这个函数 它是以T为变数的 这样子的一个单变数的函数 那么我们说呢 在X0Y0这里 有局部的极值的话 也就是说 在F of 0这个地方 有局部的极值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说 这个F of XY 在X0Y0的地方啊 是有局部的极大值的话 那也就是说 F of 0 这个地方 是有局部的极大值的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说 利用单变数函数的 第一阶跟第二阶 导函数的判断的方式 那么如果 大写的F 这个函数的 第一阶导函数 在0这个地方 等于0 而且呢 第二阶导函数 在这个地方 是小于0 那么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F of 0 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 局部的极大值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函数F of XY 在X0Y0 F of X0Y0 这里有局部的极小值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曲面上 通过X0Y0 这里 这条曲线 在T等于0的时候 有局部的极小值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它的第一阶导函数 在0的地方 会等于0 它的第二阶导函数 在0这个地方的值 会大于0 那么因为这条曲线 是凹向上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局部的极小值的 这个从图形上 也可以看到 不但这条曲线 是凹向上的 那整个曲面呢 也是凹向上的 在X0Y0的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看看 在这些极小值极大值 发生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函数在X0Y0 所对应的条件是什么 好 那现在我们考虑 任意通过X0Y0的曲线 XTYT 那曲线满足X of 0 Y of 0 等于X0Y0 当这个函数呢 局限在这个曲线上头的时候 我们就有 大写的F of T 是等于小写的F of XTYT 也就是说呢 对这个单变数的函数T 我们对T为分的时候呢 我们用连锁率 可以发现到 它就是等于 这个小写的F 对X做偏为分 乘以X对T做偏为分 加上 这个 小写的F对Y做偏为分 乘以Y对T做偏为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说在这个0这个地方 这个大写的F的 这个导函数啊 第一阶导函数啊 是等于0的 时候呢 它的充分的 而且必要的条件 就是啊 我们把0带进 刚刚这个式子里面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我们把这看成 两个向量的内积的话 也就是说 Partial X Partial Y的这个向量 跟这个XTYT 在0的这个向量呢 的内积会等于0 好 那么因为呢 通过 任意通过这个X0Y0的曲线啊 上面 结果都是 这个结果都是要成立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两个内积等于0的话呢 它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就是啊 这个Partial X跟Partial Y啊 要同时为0 好 那么 也就是说呢 F' F' 等于0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 就是Partial X跟Partial Y 同时为0 1 2 2 3 4 6 6 7